台北地检署检察官在激烈的四小时积压停 这场战输了 伸压柯文哲失败 法官裁定无包请回 现在恐怕从简变攻防演变成怨检斗法 今天柯文哲的案件 检方这边会提出抗告 也就是说他们必须明确的指出 柯文哲在金华城的案件上 有没有对驾金流关系来补强证据事实 说服法官才有可能抗告成功 至于抗告流程 检方写好抗告书 高等法院受案后 法官会以书面方式审拙 如果认为没有理由就会驳回 但若有理由就会撤销原本裁定 发回跟裁 北院就得再召开击押停 而就在检方提出抗告前 依照国民党北市议员钟小平 就现身北检 说要来找检察官提供请资 议员大概是怎样的一个情资 可以跟我谈的 房子的事 房子的事我正在查 勾计那个房子是谁的 我觉得就 如果是那个人的话 那就我觉得就一枪毙命 你说房子进南大楼商办吗 是 有千人的话 那就有对价嘛 应该这样讲 说了就是日前有北市议员爆料 柯文哲在五月以现金四千三百万元 购入中正区进南大楼商办 钟小平说要请检方理清 这跟危机集团有没有关系 而另一名栽压的被告 前北市副市长彭震生 律师团漏页赶写抗告书 最快可能下午就会送进到北院 如今灾压的被告们 以及北检都要提出抗告 若抗告成功 柯文哲恐怕又要频繁的进出法院 TVBS新闻众口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